你碰到一个喜欢的人,其实,你不在乎吃什么,他吃了多少,你吃了多少,而是,你在对面加一双筷子的时候,整个人都开心得像是毛鞋都忘了。 我去菜市场买菜,睡到买了一颗很大的榴莲,老板给包完壳,放在盒子里,我骑着自行车载着榴莲,那时候,接到起风,我家紧了袋子口,怕这风投走了我的欢喜。 回到家,放在桌子上,我媳妇看到了,就说了一句,我尝尝,然后,然后,然后,那么大的一个榴莲啊,那么大啊,榴莲啊,我就闻了我胃,生枝麻辣虾,一盘十二个,菜上桌,我媳妇一定会推到我面前,说,你先吃,我感激机灵,拿好意思,一个人独享,我说,我给你包,我包一个, 他吃一个,我包一个,他吃一个,我包一个,他吃一个,然后,然后,然后,一大盘子生枝麻辣虾,十二个啊,我最后只负责了生枝,我媳妇负责了麻辣虾,给我儿子做腐食,蔬菜和肉炒饭,饭输了盛放在我儿子的专用碗里,我媳妇负责给儿子喂饭,但是饭,通常比较烫, 我媳妇负责,我媳妇就跟儿子说,来,妈妈给你吹吹,吹一下,尝尝,有点烫,吹一下,尝尝,有点烫,吹一下,尝尝,有点烫,吹一下,哎,算了,转眼,碗里空了,我媳妇抬头看着我,问我,锅里还有吗? 我儿子一脸懵懂,巴唧着嘴,他哪见过这种阵仗啊,看看空玩,看看我,最怕空气突然安静,我冲着我儿子,哈哈哈哈的大笑,果然,我太懂我娶了一个什么样的老婆,但重新乘伤,我儿子搜得一下子,就抢走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呢? 我们大多数人坐火车远行,一般经历的是,比如,北京站,上海站,昆明站,成都站,对我媳妇来说,不对,不是这种感觉,他一般这么理解,烤鸭站,小笼包站,米线站,火锅站,理论上,他坐个地铁,都应该这么抱站,前方是麻辣烫站,有去网坚并货子站,和柔加摩站的乘客, 请在牛肉面站转称黄脑金米饭站,或者烤面金站,欢迎你乘坐北四啤酒隔离线地铁,家里炖排骨,胡萝卜玉米做配料,刚下锅,我媳妇就问,熟了吗? 我回头等了他两眼,他乖乖的坐在沙发上等着,过了很大一会儿,锅里冒了热气,我媳妇很开心的问,熟了吗? 我从锅里打捞出来一块,他吃着,说,还有点劲道,再炖的来呼一点,过了一会儿,我媳妇又问,熟了吗? 又打捞上来一块,他尝了一下,还是略微劲道,来来回回,经历了不知道了多少个回合,稍微,差点,再炖,五分钟后出锅,一分钟后,熟锅等步骤,菜终于上桌了,我媳妇满心欢喜, 在大碗里翻了几个回合,问我,咱们中午不是吃炖排骨吗?排骨呢? 鬼特么知道,这锅排骨到底经历了什么? 我也很无奈啊,我炖的就是胡萝卜玉米汤 我们家做蛋炒饭,一般是剩放在小油碗里,然后倒扣在平盘子里,拿了小油碗,腻法就是碗的造型 若是抱个香菜叶子,或者葱花唇点缀,样子还是很懵的 我时常晚上写东西,写到半夜,饿了,就去冰箱里找吃的 有天,在冰箱里,发现了倒扣的一碗炒饭,简直开心死了,好吗? 从冰箱里很虔诚的端出来,没想到我媳妇还给我留饭了 真羡慕自己娶了全世界最好的媳妇 我拿开小油碗的那一刻,惊呆了 怎,妈,就,一,口,我的饭呢? 说好的夫妻感情深啊,说好的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呢 为什么还要留一口,让人在希望中绝望,是何等的痛苦的爱? 我盯着那一口炒饭,炒饭盯着我,那时候,事物业,我们都很尴尬,我们都甚至无法安慰对方 我儿子过周四生日的时候,买了一个蛋糕,中午多炒了几个菜 我跟我媳妇说,你多吃点,多吃点,她老点头 但是,筷子每一次夹起来的比较少,吃了一小会儿 她说,我饱了,我问她,真的饱了,她点点头,我太了解她了 她说的饱了的意思是,吃饭吃饱了,但接下来要吃吃水果甜点一大堆零食 嘴绝不会停下来 心里藏着蛋糕的姑娘,怎么会甘心用桌子,让得死瓜鸡本汤填满肚子呢? 切了蛋糕,我媳妇忧伤得嘀咕,这么甜,吃完肯定会胖的 哇,那就下顿再吃吧 她用勺子挖了一口,说 不吃,坏了,怎么办? 哇,不会的 放冰箱,她接着说,儿子过生日,而且是第一个 多珍重啊 我爱娘的,应该是 我,嗯,吃吧 她又忧伤得挖了一勺,我的减肥计划 怎么办? 我,暂停一顿 她,可是,我坚持了那么久啊 我不想放弃 我媳妇那么委屈 纠结着,到底要不要吃 一勺接着一勺的哇,我和我儿子,愣愣的看着 最后我急了,说 你倒是给我留一口啊 你倒是给我留一口啊 我媳妇说,你到底爱不爱我啊 我简直那么难过 你还不如一个蛋糕会安乐我 好吧,你开心就好 别人媳妇生气了 得买包哄 我媳妇跟他们不一样 需要买很多包 比如灌糖包,生煎包 现黄包,茶烧包,豆沙包 我每一次出差回来 一进家门,我媳妇就替我借过身上的书包 多贤惠啊 然后,她拉开书包的拉链就开始找吃的 动作娴熟,经验丰富 两眼放光 以至于现在,每一次出差 我都觉得只是换了一个地方买零食而已 有一回,我们一起吃火锅 我问她 如果我被绑架了 绑匪让你拿十个鱼丸来熟 你愿不愿意 她连想都没想 就说 当然输你啊 我特别的感动 你看 那个使吃如鸣的人 愿意拿最好吃的东西输她喜欢的人 这个人在她生命里 得多重要啊 接着我媳妇又不加了一句 我才不傻呢 把你赎回来 你不得感谢我 给我买二十个鱼丸啊 我刚夹了一大筷子羊肉 准备放到她碗里 这么好的媳妇值得所有的心疼 然后 那一筷子肉 傻傻的愣在空中 然后 在她的碗里蘸了蘸酱 我吃了 对 我吃了 你碰到一个喜欢的人 其实 你不在乎吃什么 她吃了多少 你吃了多少 而是 你在对面加一双筷子的时候 整个人都开心的 像是毛鞋都忘了 想想什么是爱 只要你吃 只要我有 这些年 我已经习惯了 一碗面端上来 盖头里好吃的肉交给我媳妇 我愿意看她那种吃啥啥不剩的气势 很可爱 能对一种食物有满腔的热爱 不容易 因为我心里最清楚 她跟我在一起 吃的最多的还是苦 我常常跟自己说 一定要珍惜那个陪你吃苦的姑娘 因为 她本不该吃苦 可惜 她认识了你 可是 爱啊 就是让她三分 围城里有这么一句话 她说的让她三分 不是三分流水气温城的三分 是天下只有三分月色的三分 我猜 你一定也会碰到那么一个可爱的人 不是三千入水只取一瓢 而是你只有一瓢 仍满心欢喜地给她 笑着说 你先喝 我不渴 七先生 永远保持童心和少女心的全职买霸 你出版了心情感美食小说 解忧包子铺新浪微博 七个先生 七先生 有书经发布本文 请联系作者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